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捐作社会公义的用意 净空法师曾被询问不留一点吗 却回应表示人来是空 人走也是空 据了解 净空法师于1927年生于安徽省卢江县金牛镇 俗名徐叶红 生凭爱好博览群书 于基督教 伊斯兰教 犹太教等各宗教教义均有涉猎 在1949年旅居台湾 1952年起 先后追随一代大哲方东美教授 藏传高僧张家呼吐客图 即如佛大家李炳南老居士 学习哲学 佛法与传统文化13年 1959年于台北原山林济寺剔度 隔日即开始于石浦寺三藏学院讲经 随后便在台湾各地弘扬经教 他曾在一次佛学讲坛时说道 一切众生 生到这个世间都是有液因的 佛家跟我们说明了这个事实真相 六道的凡夫都是受液力主宰 一生之际遇 荣华富贵 寿命长短都有个定数 所以在世间高明的算命看向 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 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 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 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 首先我们要晓得 命运从哪里来的 是自己造作的 这里面的液因跟果报都非常复杂 液因涉及到无量节钱 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习气 烦恼 我们过去生中 与一切众生结下的恩怨债务 来生后世 因缘聚会的时候 要偿借 所谓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往昔的液因 如果我们自己冷静地观察思维 在自己这一生当中 就得到了证明 我们这一生当中 所遭遇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细细想来 有人对我好的 过去我们有恩 有人对我不好 相处不好 过去有怨 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 心里晓得是别人还给我们 有时候我们有损失 知道是我们还人 佛讲得很明了 他说得很透彻 人生在世 只不过是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就为这个来的 所以佛总结一句 人生是怎么回事情 人生仇业 仇是报仇 业是过去造的业 过去造的善业 你这一生享福 过去造的恶业 这一生生计艰难 人到世间来没有别的 就是受报的 几个人能觉悟 人要不觉悟 不可能不造业 福报愈大 造业愈容易 而造的恶业更严重 世间小民没有威德 没有权势 一生所造的业比较少 也比较小 我们冷静细细观察就知道 佛说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得人身不容易 得人身最可贵的 就是闻佛法 我们有幸的人身 得人身又和性之有 得人身而闻佛法 这个人身就有幸 得人身不闻佛法 这个人身就很不幸 人要不闻佛法 岂能不造罪业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身仇业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 我们为什么会到 这个世间来做人 做人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佛这一句话就说破了 不但是人道 六道里面所有的众生 舍身受身 真正原因就是 酬肠业报 业是自己造的 果报一定是自己承受 谁也不能够代替 可是在你受果报的时候 你又会不断地在造业 因此受报造业 造业受报永远不会终止 这就是造成了轮回的现象 这个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 是一个很痛苦 很凄惨的现象 当痛苦没有现前的时候 你感受到有一点小乐 这个乐就是苦乐相对之乐 并不是真正的乐 因为它的时间很短暂 当中还产生许多副作用 那就是享福的时候 有意无意 又造作无量无边的夜席 经上又说佛为一大事 因缘出现于世 什么大事 就是为了这桩大事 一切众生轮回生死的大事 轮回现象的这一个事实 佛没有出世之前 印度许多的宗教都知道 而且都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这是古印度一些宗教家们 都修禅定有一些功夫 确实能到飞想飞 飞想天 有这种能力 可惜出不了三界 他们是非常需求超越三界的 佛看到这种情形 所以降生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做佛的机缘成熟了 佛不出现在中国 而出现在印度 原因就在此地 古时候的中国人 虽然很纯厚 也有相当的定功 但是达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的梅厅说过 中国古圣先贤的境界 达到欲界天的很多 佛教给我们 如果能改变我们的观念 行为与法性相应 法性是空无我 无怨无作 与这个相应就能超越了 这才说明六到十法界 原本是一心所造 造就是变现的意思 佛教给我们怎么样用心 佛家讲修行 修菩萨道 修普贤行 在哪里修 就在起心动念之处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处世 待人皆物理 修菩萨行 修普贤行 用无助生心 无助是不执着 放下一切执着 放下一切成见 修六波罗蜜 三学六度 这就是修菩萨行 无论什么人 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 从事哪一种行业工作 只要离开成见 执着 修六度就是菩萨 如果能够用真诚 清净平等觉 去修六度 普贤实愿 那就叫修普贤行 这个人就是普贤菩萨 由此可知 修菩萨道 修菩萨行 确实是不分男女老少 不分在家出家 成就是同样的殊胜 诸位在无量寿经上 看到贤护等十六正事 这十六个人 是在家人 都是等觉菩萨 也都是诸佛如来 我们听了佛的话 明白事实真相 就应当发奋努力 看破放下 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 放下一切妄想 分别 执着 也就是放下成见 我执 这样学佛弘法 才能得到感应 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使我们这一生过得 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 有意义 有价值 是世间人的说法 在大圣心目当中 从来没有起心动念 他怎么会去分别 执着意义与价值 我们在初学 能向著这个目标 方向去走就是好事 这就是走觉悟的道路 所以在现前这个阶段 佛法的修学要用功 要认真 要努力 将自己的过失 缺点改正过来 这是真正修行 修行就是修正一切错误的思想 行为 下连居老居士在敬余 里面劝导我们要真干 真干就是真改 真正肯改 进步就快了 佛法里面讲精进 要真干 要真改 我们相聚的姻缘不容易 时间虽然不长 对诸位也许有一点帮助 希望我们互相珍惜 人有善愿 诸佛菩萨一定加持 纵遇到困难 也决定不退心 要学阿弥陀佛在阴地上 那样的大怨大行 不为一切苦难 一心一意为救度一切众生 不要去想自己 救度一切众生 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自然包括在其中 希望我们共同勉励 说到这个地方 我们应当想想 我们这一生到这个时间来 到底是为什么来的 为什么要来 来干什么的 这一桩事情 在这个世间 想到的人不多 但是确实是有 而佛讲得最清楚 最明白 让我们听了心服口服 佛说 到这个世间来的 两种原因 第一种是凡夫 凡夫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 来愁业的 过去生中造的业 这一生是来受果报的 过去生中造善业 你这一生来享福 过去生中造恶业 你这一生来受苦报 人生酬业 可是酬业 他又不老实 他老实 那问题容易解决 老实像什么样的人 像袁勒凡先生 没有遇到云谷禅师之前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 所以什么妄念都没有了 真的是照着命运过日子 那的的确确是来酬业的 为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善 也没有什么恶 是来酬业的 这样的人在现代 我们还发现了不少 特别是在美国 其他地区我相信有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讯息 我们拿这些例子 来印证佛在经典上所说的 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凡是大善大恶 他就把业因转变了 人在这一生修大善 那就往上面生 他生到天道去了 欲界天 色界天 就生上去了 他要是造大恶 他就会到恶鬼 地狱 畜生 他就堕落了 所以说 没有大善大恶 他能够在人道里面轮回 轮回到八十多次 四千多年 这是我们从前 还没有听说过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看见过 但是我们相信肯定有 所以这是一种人 第二种人 是佛菩萨 到这个世间来印化的 到世间来做人 就是这两大类 一类就是受果报 一类就是来度众生的 所谓成愿再来 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 到这个世间来的 自己要多想想 我在年轻的时候 十几岁 我记得我十四岁的时候 常常想这些问题 我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的 我为什么来的 常常会想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是凡夫 我们还是业力受生 不是成愿再来的 但是总算很幸运 在佛经里面讲有 善根福的因缘 遇到佛法了 遇到佛法 就是你遇到觉悟的机会 你要是抓住这个机会 好好认真努力学习 可以把业力转变成愿力 不一定是等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再成愿再来 现在我们能把业力消除掉 愿力加强 愿力超过业力 就成愿再来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看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